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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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不管是在現場的 或是不在現場的 臺灣的兄弟姐妹們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先來感謝大家 在1116這個遊行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短講 這幾天的反應 大概讓我覺得非常的感動 我首先謝謝你們 很多的朋友 願意花一些時間 來聽我們的錄音錄影 這表示什麼 臺灣的民主素養 是非常非常高的 謝謝大家 有溝通才有進步 這是我第一個想要表達的 那今天是一個很嚴肅的場合 這個議題也是很嚴肅 不過我覺得我們好像可以不用 一定要這樣的嚴肅來看 所以首先我要先說 今天下午有一場非常重要的比賽 大家看了嗎 什麼比賽啊 東京的半球比賽對不對 我們贏還輸啦 8比2對不對 這個是大家知道嗎 因為我是職棒的長級的律師 在我做大法官以前 那職棒是在1990年 那麼我看著他出生的 陪著他出生的 那我就會想到 1992年的巴塞隆納奧運會 我們那時候得到什麼 你知道嗎 30年前我們拿到奧運銀牌 台灣的棒球在1992年拿到奧運銀牌 30年過去我們終於 我眼看著至少是前三名 所以這件事情對我來說 是非常高興的一件事情 也值得我們全體國人來高興 我相信 就我們的國球棒球來說 我們不分顏色 大家都支持他 那我今天想要呼籲的是 難道對於守護我們全民 基本人權的憲法法庭 不值得我們不分顏色 一起來支持嗎 我想當然值得不是嗎 他不是為別人 就為我們自己啊 剛剛幾位發起的團體 有讓我非常感動 大家都已經說到了問題的 這個基本的核心的問題 那我這個人 我對於問題 我不會只講 就是我們自己認為應該如何 我會希望針對的這個提案 現在就是溫委員他的提案 針對他的提案 他的說法 我希望 這也是我所能做到的 就是根據我自己的經驗 然後把我的經驗分享給所有的人 包括溫委員 包括其他不同意 或者想要把憲法訴訟法做修改的人 那麼我都希望他們能聽聽我們的聲音 那我是把我自己親身經歷 作為八年大法官的這個經驗告訴大家 那麼剛剛大概已經提到兩個問題 總共大概有四個原因 當然直接的原因就是因為 1.13 憲判9 也就是立法委員 執權行使法修正 被大法官大部分都宣告他違憲 這個就是今天要修憲法訴訟法的起因 那這個溫委員他們大概我聽到的 大概有四個原因 那其中兩個原因我們上次講過 剛剛在台上的幾位也都大致上提到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現在只有八個大法官 我們這個違憲審查多麼重要啊 我們為什麼可以讓三五個大法官 就來決定來宣告法律違憲呢 這是他的理由 但是沒有通過其他七個 是立法院的事啊 立法院怎麼可以說 那我沒有通過他 然後我不准你開 那這個就表示什麼 他去限制了憲政機關憲法法庭 他去限制人民的憲法訴訟權 我上次說過不可以這樣子的 更何況八個 國外沒有這樣的案例嗎 有啊 德國他雖然有十六位 但是他分兩庭啊 他一庭就是八個啊 所以如果按照德國的例子的話 我們八個大法官可以很好的運作 你為什麼要不准他去執行他應該有的保護人民的這個權益的職責呢 這是不對的 那這一部分呢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部分呢 他大概就是 大概講的是什麼呢 他就是說 那個大法官不是民選的啦 上次也講過 我們民選的人為什麼要受制於你這個非民選的大法官 我上次說過了 這是憲法的規定 憲法就規定大法官不是民選嘛 那你立法委員是民選 但是憲法規定 你立法院可以通過法律 但是你通過的是法律 但是大法官是解釋憲法 解釋憲法 如果你的法律是違憲的話 我就是要來監督你呀 這是憲法的機制 所以這個也不成為理由 那因為有一些我看媒體他在報導的時候 好像會直接針對說 好像大法官就是只針對著立法院 其實不是的 立法機關不是只有立法院 議會地方議會也是立法機關 所以被監督的立法機關的部分 立法院以外還有地方議會 還有誰要被監督 行政啊 行政機關也受監督 行政機關包括中央的行政機關 包括地方的行政機關 全部都受監督 還有誰受監督 考試 考試院受監督 監察院受監督 那還有誰受監督 司法院的法官 他所做的裁判也受監督 所以我們是依照憲法的規定 所有人都監督 沒有特別對於立法院做歧視 這是憲法賦予大法官的職責 那第三個 我們如果從問題的根本攤開來說 大家會知道 其實1113年限判9號的根結點 最重要的爭執在哪裡 調查權 調查權 立法院認為 或者是有一些人認為說 你法官做成113限判9 你是限縮了立法委員的權利 可是我們大家知道 什麼叫做限縮 限縮是原來你是你有這個權利 然後呢被大法官說你沒有了 剝奪了 這才叫做限縮 假如你原本就沒有的權利的話 有所謂限縮可言嗎 沒有 那這個調查權原則上不屬於立法院 這件事情是113號限判9 現在剛離職的七位大法官 現任的大法官八位 加起來15位他們說的嗎 是 他在限判113限判9是這麼說 但是這個不是第一次的意見 在4至585號的時候 立法委員申請來解釋憲法的時候 585號民國93年底 大法官就已經講過這樣的話了 所以這個是舊事重談 這個事情調查權原則上不屬於立法院 立法委員我們資深的立法委員們 很多都做了很久的立法人 他們心知肚明 這是不用你要這樣通過 你要講說你要有調查權 這件事情 這不可能獲得大法官的同意的 這個不是今天的大法官這麼說 如果我在我也是這麼看法 那我相信很久很久 93年 你看多久 二三十年前的大法官 就已經這樣說了 所以這是大法官一向的見解 所以你因此你如果講說 調查權這件事情 那麼是大法官 現在的大法官 限縮你的這個職權 不對的 我想這部分應該是非常清楚的 尤其是大家要想一想 有人說 那在美國你在國會有調查權 為什麼我也是國會 我為什麼沒有調查權 不要忘了 我們跟美國一樣嗎 美國是三權分立 我們是什麼 五權分立 五權分立 是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 他獨創的見解 大法官不是自憲者 大法官是自憲者 大法官只能根據我們現在的憲法 來說明到底立法院 應不應該有調查權 我們的五權憲法 把調查權給的是監察院 你今天沒有透過修憲 立法委員就不能夠以法律的方式 讓調查權回到你立法院 如果你真的想覺得這樣比較好 那你得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你要揚氣五權憲法嗎 知識體大 這個不是大法官能夠做的 在現行大法官就只能夠這樣做 所以不滿意 現在立法委員不滿意 但是你得要接受憲法 你也是克遵憲法 也是你的責任 這是關於調查權 我還聽到第四個說法 我覺得我們應該回應的 第四個說法是說什麼 他說怎麼可能這麼重大的事情 你這個大法官這麼草率 四個月內就把這個解釋 判決就做出來了 這個是明顯的 這個沒有潛力 不應該這樣草率 那這個我有經驗 這個如果有人這樣說 初聽起來 他可能是一個想法 但是以我作為大法官八年的經驗 那我來分享給大家 事實不是這樣 我們在111年的時候 如果大家還記得 我們曾經為了一位 意大利籍的父親 台灣母親 八歲的小妹妹 我們為了他的案件 一個孩子不能少啊 因為他要在判決確定以前 就要被帶出去 可以法院允許他帶出國到意大利去 我們跟意大利沒有司法附助協定 在當時如果出去了 那麼我們這個孩子 怎麼樣子回來台灣呢 所以為了這件事情 他的母親申請了釋憲 我們大法官做成暫時處分 你知道我們多少時間內 把這件事情做出判決嗎 兩個月 兩個月比四個月短吧 所以四個月不是什麼特例 如果說大家覺得 這兩個案例不能夠相提評論 那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我們曾經有過三十年前 我們曾經有過希望要按指印領身份證 這件事情大家記得嗎 可能有很多年輕人都不知道 這件事情在當時也是一樣的 很重大的一件事情 我們也下了暫時處分 那麼當然這件事情 我當時還不是大法官 可是為了要解這些人的貨 我就去查了資料 也是四個月內就做出來違憲的裁判 所以如果大家還以為 大法官這一屆大法官 特別想要不利於某某政黨的話 這是不對的 因為大法官他負有責任 凡是重大的案件 我們不要講大法官 任何一個人碰到重大的事情 你不是應該要輕重緩急嗎 大法官不是應該要優先來處理嗎 然後我們過去也都是這樣處理啊 我們沒有對於這個案件 所特別的歧視他給他差別待遇 沒有啊 所以我們也希望把它講出來 讓我們的人民 你們有疑惑 然後我們說明了 我們有充分的知識以後 我們大家一起來看應該怎麼解決問題 那最後剛剛聽到的是 民眾黨好像對於回避這件事情 是有一些想法的 那我報告跟大家報告 我所經歷的案件裡面 我總共從4至734開始到4至813 總共80件 我參加我自己參加的 然後這個從111年到113年到目前為止 大概做出的判決有51件 總共加起來131件 其中101件全員到齊 15個人大法官全部參與判決 有回避的沒有警價的 回避的有30件 這30件裡面只有一件 它是6個人回避 其餘都是超過10個以上的人 所以現行制度底下 是不會有問題的 不需要做特別的規定 而且大法官我跟大家報告 大法官不會在乎他的職守 每一個人都是兢兢業業 以最近的這個剛下台的這7位大法官 跟現任大法官 大家知道嗎 他們最後的幾個月裡面 每天上下午開會 碰到颱風時間不夠 還要晚上加開會 所以請大家信賴 現在立法院同意通過的大法官們 他們真的會努力在他們崗位上面 盡他們守護人民權益的這個責任 那麼邏輯上面說 這個如何如何 我覺得邏輯是一回事 但是如果我們的事實上 運作上 我至少到目前為止 現行的規定 我沒有發現有任何的問題 我也希望這樣子的一個實況 我們立法委員能聽得到 我更希望請大家一起來支持 守護全民的權益 不是只有大法官的責任 立法院也有責任 大家一起來發出我們的聲音 大家一起來不分難律 一起來守護我們的憲法 守護我們大法官 能夠為大家永續為大家 守護人民的權利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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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